红剑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红剑 欧大 欧大现在 不能照顾你了 有什么事 您就跟我们两个说 对 你跟我们俩说 方老板 赵经理 坐吧 方老板 您最近还好吧 说实话吧 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能过来 我真的挺感动的 方老板说的哪儿的话呀 当年您对我不保 我怎么能忘恩负义呢 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吧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明亮集团 还有金光玉的情况 金老板 是想趁夜市改造的机会 进行私募 私募 不可能啊 这公司不是刚从银行 贷了一笔不小的款吗 他应该不具备私募的条件吧 我也是担心这个 可金老板他 还是要一意孤行 哦 好了 那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方老板客气了 那我先走了 啊 金光玉 你这是非法集资 自取灭亡 欧大志啊欧大志 你伤成这样 就这么一直昏迷不醒 我还真觉着有点难过 如果没有最开始的恩恩怨怨 如果明明娶了欧小敏 明明或许就不会死 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 哎呀 进来 金总你好